今天這條影片會和大家討論2018年的第14條 關於Patterns of the chemical world 討論不同的Oxide的素基礎行為 我們就看這三個 酸素Oxide、AlmiumOxide和酸化酸素基礎行為 同時要用於有關的反應 我們會看書的表面 我們會看酸素Oxide、AlmiumOxide和酸化酸素 看看它們的一個是Basic 一個是Anphoteric 一個是Acidic 所以你可以解釋它們分別是怎樣的 分別是他們的酸素基礎行為 所以酸素Oxide是Basic 然後AlmiumOxide是Anphoteric 然後酸化酸素是Acidic 然後它要用於AOxide的反應 可以怎樣顯示酸素Oxide是Basic的呢 你可以說回酸素Oxide 例如酸素Oxide是可以反應和酸化酸素 例如酸化酸素 然後它會造成 І tag 就會造成糖和水 這樣 這樣便看得到 這樣便展示圖了 或者例如這一個是Basic 又提示這個酸化酸素Oxide 就是在HClとH2O AL203是 tava 也可跟HCl的消息 如果 AL203和 NaOH 吧 就會形成了 不是,我們書學的時候不是這個 我們寫回我們學的可能比較好 就是這個 NAOH 然後再加水 就會形成 這樣就這樣 然後 SO2是acidic 所以我們可以說它會同一個基礎去react SO2和兩個NAOH 然後再加上 NA2 SO3 這樣就顯示到它們的效果 所以 1分應該是 就是 1分 分別是 分別是 它是 Basic Anphotoic 它是acidic 寫分別的reaction 例如 剛才我寫了這個 AL203 就是這個 還有這個 SO2 就可以寫這個 當然,這裡都是我所說的 你寫其他例子都是 acceptable 但我想我寫的幾個 這個 大家最印象深刻 和最簡單的幾個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